当播足球快信 2021年8月22日 巴塞出征包无脱拖 星期日凌晨 西甲继续有好戏上演 届时巴塞隆拿将作客挑战不以包 巴塞新赛季手轮联赛顺利取得开门红 球员士气高昂 而不以包在手轮联赛当中 就被实力并不出众的艾尔切碧和 彼此整体表现存在差距 而且巴塞亦在双方近年的交锋往迹当中占优 所以今仗里应看好实力强劲的巴塞顺利海旋 另外安播直播届时将会有这场赛事的现场直播 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不以包上季联赛表现实属中规中举 他们最终的战绩为11胜13和14负 有46分以联赛第10名的成绩收官 众所周知 不以包一直是西甲当中的硬骨头 一向深高气傲的他们 并不甘心碌碌碌无畏 所以球队肯定希望在新赛季能有所作为 为了好好准备新赛季 不以包今下积极参加友谊赛 可惜他们在友谊赛当中的表现较为一般 在进行的六场友谊赛当中 球队的战绩仅得三胜一和两负 尽管进攻表现都叫做可以 伊拿基 威廉士 同亚历斯 比伦古亚等主要攻击手 在在友谊赛当中都有斩获 但球队防守方面都还是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新赛季联赛首轮面对实力一般的艾尔切 本来一心想拿到开门红的不以包 就无奈被对手逼和 只能拿回一分 这个多多少少会影响球员士气 另外不以包最近四仗各汉赛 是紧录得一胜两和一负的平庸战绩 球队并不是在最佳状态 这个显然是球迷的一大担忧 虽然金仗回斯主场作战 但不以包上季联赛主场胜率近过四成 主场增胜能力有限 而且球队最近两次主场迎战巴塞都已输球告中 可见金仗即使助阵主场对于不以包的帮助也相当有限 今次迎战来势匈匈匈的强敌巴塞 不以包依旧不好过分高估 在阵容方面 后卫尤尼、贝基哲安达、他拍等人因伤无波踢 尽管失去绝对核心利美斯 但暂时离体对于巴塞并无太大影响 毕竟球队阵中仲座涌不少球星 安托恩、基斯文、沙治奥、布斯基斯 和謝拉特 碧基等人早已是独当一面的人物 而且身援曼菲斯、迪比庸入球队速度较快 总体来讲 巴塞整体实力犹在 在今下进行的五仗友宜赛当中 巴塞表现明显好过预期 他们斩获了四胜一负的可观战绩 连二甲豪门祖云达斯 亦以0比3惨败在他们脚下 二球队唯一一场败仗 仅是以一球之叉爆冷输比萨尔斯堡 可见巴塞现在的战斗力绝对不容小脆 新赛季联赛首轮面对王家苏斯达 巴塞憑着马田、巴夫韦迪梅开二道 和謝拉特碧基、桐沙治、罗布图相计建功 以4比2大胜对手拿了3分 一众将士可谓备受鼓舞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 前锋马田、巴夫韦迪近期状态喜人 他已经连续三仗各项赛事 为球队建功 掩然成为球队进攻的一大倚仗 脚锋极顺的他今仗肯定能比不已 包后防线施加足够压力 再者 巴塞作客表现向来值得信赖 他们上季联赛作客胜率就接近七成 澳士西甲群雄 球队今次出征值得期待 最后需要一提的是 巴塞最近5次在各项赛事当中 面对不已包都保持不败之余 凝足四场 期间总共能攻入12个波那么多 优势极其明显 阵中球员心理方面无疑处于上风 照这样的情况 巴塞今像作客定必剑指三分 在阵容方面 前锋安素发敌 同门将达史特根等人 因伤不可以出战 你听着的是安波足球快讯 记住subscribe我们的channel 和赞我们的专页